2月14日,王牌对王牌7终于开始录制了。在网友每日的催促中,王牌导演吴童终于开始录制了,对于新一季的王牌网友最关心的就是常驻嘉宾,此前有很多网友透露,将会更换MC。 13日,华晨宇还发布了新年开工,并晒出了王牌录制的自拍照,这也就是说明华晨宇已经确认回归了,此前华晨宇的粉丝曾说,今年华晨宇的重心将会放在演唱会上,这次参与录制看来吴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 除了已经确认的华晨宇,还有关晓彤也已经确认回归,14日有媒体在录制打听前拍到了关晓彤,从照片里看,关晓彤的脸舞得非常严实,只能隐约看到一双眼睛,但能看到的是,关晓彤穿了一件长款羽绒服,里面搭配的卫衣和牛仔裤。 在照片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,关晓彤的卫衣,请注意。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卫衣,这是一件情侣装,是的没错,是和小鹿一模一样的衣服。 陆寒在哈哈哈哈中就穿过一样的卫衣,这说明什么? 情人节两人有工作,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过节。 给网友秀恩爱。 不知道今天陆寒穿的是不是这件衣服,这件衣服要不是情侣装的话,那就有可能是关晓彤穿了小鹿的衣服。 毕竟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。 网友看到关晓彤的衣服,也纷纷表示是在撒糖,好甜。 要说娱乐圈谈恋爱引起轰动最大的也就是他俩了,小鹿的粉丝群体较大,女友粉更是数不胜数,两人官宣的时候,粉丝都持抵触情绪,甚至将社交平台都给整崩溃了。 关晓彤不顾粉丝的眼光与陆寒高调秀恩爱,后来两人便渐渐地开始低调,开始按戳戳地撒糖,粉丝也都接受了两人的恋爱,甚至提到两人就会觉得很甜。 陆寒每次结束工作都会先返回关晓彤家中,明知会被拍也要去,一点都不遮遮掩掩,说明陆寒非常有担当。 两人也经常被拍到一起约会,还会穿一样的情侣装,这样的爱情真的很令人羡慕。 两人恋爱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,两人感情非常稳定,前一阵子还有网友爆料,关爸爸与朋友谈话说漏嘴,称两人已经订婚了。 不过非关宣不约,但小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,长得倒是挺年轻,也该将这件事提上日程了,希望能尽快听到两人和好消息。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呢?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吧。 不用关了。 谢谢大家。